清台烏彈好了 饮料店门口满满都是人 但仔细看 每个人都拿着蓝色提带 里头装的冰霸杯 店家霸台除了一次性塑胶杯 也叠满了银色的不锈钢杯 我觉得蛮好的 对环境比较好 不会制造很多垃圾 小琉球的塑胶能减塑 就不要制造这么多垃圾了 因为毕竟小琉球的垃圾 还是要运过台湾 银色不锈钢杯蓝色提带 两个都有可爱的海归图案 这是小琉球专属推出的共享杯 名叫流行杯 目前总共有3500杯提供租借 但是一到假日根本供不应求 拿起手机 扫门合作店家的QR Code 输入手机号码就能直接借用 不过最近却发生 有民众明明欢乐 还是收到玫瑰环的简讯 怀疑可能有人 想把钢杯偷偷带回家 找到了有处理完了 所以我们也相信说 这可能是他也善意要帮忙 只是他可能真的太忙了忘了 或是怎样 流行杯非常方便 A点借B点还 民众不小心拿给没合作的店家 以为成功还回 结果还是收到简讯 工作人员出面澄清 小琉球共享杯减速计划 已经推出两年 鼓励民众不用塑胶杯 也避免使用塑胶吸管 还好偷杯意外 只是搞乌龙 没让一番环保美意变得掉